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30日星期五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關注最新的台海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吳謙在回應 遼寧號的台海南海訓練行程時 就提到說航母不是宅男 軟行必是常態 說得相當厲害 第二宗消息 台灣的外交部長吳超洩 在接受英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提到說大陸似乎在準備 對台灣發動終極一戰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昨天的國防部記者會上 發言人吳謙還說了什麼 其實他有回應到 中國海軍的艦艇 是警告和驅逐 美國軍艦馬斯廷號的 大家記得有一艘美國軍艦插隊 穿越了在遼寧號編隊裡面 發言人吳謙就說 馬斯廷號驅逐艦 持續對中方的艦艇編隊 近距離偵察 此舉是嚴重干擾中方的演訓活動 演習和訓練 不是他的演訓 那些宿舍 好了 演訓 嚴重威脅雙方艦艇航行安全和人員安全 性質十分惡劣 中國海軍艦艇對美艦予以警告驅離 中國國防部已經此時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大家記得 美國海軍發放了一張照片 就是馬斯廷號的艦長 在甲板上 翹上去欣賞遼寧號的雄之 現在提出嚴正交涉 其實中間也差不多隔了整個星期才有所公佈 之前一直都是《環球時報》出面來支持 接著再看 這個記者提問 遼寧艦的航母編隊 日前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訓練 請進一步介紹訓練的情況 對航母編隊而言 類似的訓練活動 今後會否常態化組織呢 吳謙回答 中國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 近日在台灣周邊海域和南海相關海域 進行的是例行訓練 旨在檢驗武器裝備的性能 提升部隊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水平 原來要檢驗裝備的性能 難怪是動得這麼慢 要檢查真點才行 到底那些鍋爐著不著呢 好了 吳謙就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 他想說的是 航母不是宅男 遠航必是常態 他用了這十二個字來回答 航母不是宅男 當然不是宅男 現在周圍去巡遊 遠航必是常態 這句話要看看 到底遠航的定義是怎樣 因為現在遼寧號通常都是 洗經哪些地方呢 比如說東海 最遠都是去到宮古海峽 然後台海 再下南海一帶 似乎甚少出去其他的遠洋海域 比如印度洋 當然遼寧號也應該有去過印度洋 就是在烏克蘭 洗去中國那一次就去過 但是之後 改了名為遼寧號 以後有沒有再去過呢 那就真的需要再考據一下 又或者再遠一點 例如南美洲那樣 就應該沒有去過了 因為一艘航空母艦 都需要有補給艦來支撐 才可以開到這麼遠 比如說中國在非洲的東邊 有一個島國叫吉布堤 那時候有一個港口 那遼寧號能不能夠支撐得到這個行程呢 我也真的很期待 因為 吳謙說遠航必是常態 當然 他那個遠航 所說的遠是遠到什麼地方呢 可能 南海也是遠航 在他的角度來說 因為這些就是所謂戰略模糊 真的 他又沒有定義清楚 究竟遠航是 在說遠到哪裡 但是遠航對於遼寧號來說 可能也是一種考驗 因為之前網絡上面 有些消息傳出 說遼寧號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窩奴 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樣 如果開到這麼遠 究竟可以不可以呢 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應該可以的 因為當時遼寧號也是這樣 使去中國的 但是那時候 南海上應該沒有那麼多 而且當時應該是 開了很久才到的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昨天的記者會上 吳謙批評美國政府當中 有些人 瘋狂憶測所謂的中國威脅 無端炒作所謂的中國挑戰 這是體現出一種病態的心理 結果就只能是害人害己而已 吳謙指出 中國是無意威脅或挑戰任何國家 但是 如果有人執意威脅或挑戰中國 這樣中國都別無選擇 唯有奉陪 其實有些國家 他就當中國有些舉動是威脅 比如說最近日本這樣 他們已經喊到擦天了 在說中國的海警法 關注都說過很多次了 因為他覺得 整個海警法出來 豈不是中國多了一支海軍 日本就是擔心這件事 他也是當作是一種威脅 又或者在南海的牛額招的時候 中國就說聚集了一些漁船 大陸就說這個是避風 不知道是不是 他說是避風 但是菲律賓那邊 當然不相信 他就當你是聚集在那裡曬馬 所以大陸他自己就不覺得是威脅 或者挑戰任何國家 但是周邊的國家 就覺得有個威脅在那裡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台灣外交部長吳超雪 接受英國天空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說了什麼 他說大陸持續發佈虛假訊息混合戰 近期加強活動來打擊台灣 所有這些事件看來 都是在準備對台灣發動終極一戰 吳超雪就說 這個是他們的國家 是他們的人民 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將會捍衛自己 直到最後 吳超雪還提到 說大陸持續地向國際社會方稱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事實上 就是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的 他又說大陸持續對台灣民工武嚇 除了不斷的軍事滋擾和威脅以外 也都利用所謂的一中原則 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如果北京是武力犯台的話 後果將會是全球性的 這就是吳超雪所說的 連台灣的外交部長都說 有這個終極一戰的可能性的時候 我就認為 似乎雙方戰魂密報 磨拳策掌都很厲害 因為台灣就是最後一個表態 之前有哪些國家分別表態呢? 比如說美國 他們的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說過 解放軍可能在六年之內 攻打台灣 另外 在美日峰會上 在會後的聯合聲明當中 特別有提及到台灣的議題 說到台灣的安全都很厲害 如果台灣不是受到一個 所謂實際的威脅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提到這件事情 另外 澳洲的內政部 那個秘書長 又提到他們準備好為自由而戰 以上 各種的表態 其實都在意味著 似乎台海出現軍事衝突的機會 是真實存在著的 當然 美國到現在 對於台灣 仍然是保持著一種 所謂戰略模糊的應對方法 就是說 他說會支持台灣 但是實際上 一旦出現軍事衝突的時候 他會介入到哪種程度 沒有說明的 但是這個都要很視乎 究竟台灣方面的想法是怎樣 如果在大陸的角度來說 要武統台灣的話 就一定是快打快的了 一定要突襲 要閃電戰 盡快掌握制空權和制海權 使得第三方再沒有介入的餘地和空間 這應該是大陸方面想做到的事情 至於台灣方面 其實有一幫人 經常想望美國幫忙 但是真的引用大陸一句說話 叫做打鐵還需自身硬 如果他們本身都受不了 有外國介入的時候 當然已經是收皮了 所以 頭幾個小時就是相當關鍵的了 之前美國的非官方代表團 訪問台灣的時候 曾經是 召見過國民黨一些的人 問他們怎樣看九二共識 諸如此類的事情 實際上就是要探知一下 到底他們 抵抗的決心是有多大 大家都知道 這個 馬英九 現在就好像台奸一樣 他說的什麼說話呢? 就是說 首戰即中戰 就是說不能打的了 這就使得台灣也尼曼著一種失敗主義 因為聽到馬英九這樣說的時候 首戰即中戰 就是不用打了 那不如投降 而且馬英九這番說話 在香港有些人來到港 就覺得很荒謬 但是在台灣是有市場的 這才是問題 大家千萬不要以自己的主觀意願 凌駕了的客觀事實 台灣事實上 有一群人還是國民黨的粉絲 鐵粉 那群人的抵抗的決心 是有多強 之前老長在這裡的時候 當然是喊到拆天 又說要反攻大陸 這些只是喊字而已 現在這個國民黨 已經不是以往的國民黨 所以這群人 到底一旦出現軍事衝突的時候 他們會採取什麼的回應 這群人都很關鍵 如果有一群人 隨時都準備扯白旗的時候 那就是說自身的意志都很薄弱 自己都不打算自救 人家怎麼會走來打救呢 好,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